高複雜度的東西呢 AI他做 他很快 可是呢 你問我說現在AI不能做到的東西就是 他如果今天要教會一個人 如何從 小寶寶從 爬到走這件事情 AI目前的確是 還有一段困難 哈囉大家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我用我一個不一樣的觀點來跟大家分享就是 在 市場上我們要如何利用AI來做加分 簡單來講 人工智慧很簡單 他就把我們人類的思考 放在機器上面來 舉例來說 現在很流行的無人車 應該會發現事情 在做這個無人車之前呢 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是 開著車 我一定要會開車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也要會看地圖嘛 如此呢 我可以從我家的心中這邊呢 開車到台北車站那邊 知道怎麼走 對吧 那也就是這兩個動作 我把它合在一起 那就是無人車了 把人類思考過說 我知道我要怎麼走 我要如何去閱讀地圖 我要如何去 駕駛 車子 的方式呢 去製造無人車出來 讓我想問一下 影像辨別 跟 電腦視覺 猜哪裡 呃我的答案呢 不一定完全正確 我自己引發說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些事情 我們台灣 監視器設備裡面 我們其實是非常厲害的 可是 為什麼近年來 AI爆發之後 大家會說 為什麼會跟影像辨識 會怎麼結合在一起 這其實是 蠻值得去思考一個東西的 我這邊會跟入門學習者的建議就是說 多聽 多看 多問 你用一個 YT的一個直播講話 其實呢 多跟高手之間做交流 你就會 成為高手高手高高手 這個其實在業界商業模式也是這樣 你如果你今天多跟老闆們 去做交流 你會發現你的思維模式會越來越跟老闆們是這樣的 時間是公平的 每個人都只有20小時 我也是只有20小時 重點是你如何在這20小時裡面呢 活用 金用 重點是要精實 第二件事情是 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輸到用時 Google找 AI很重要一點就是思考 你的問題要問什麼 如果關鍵字批對了 你會找到對 正確答案 這算是我給一個 入門的一個概念